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豪哥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各地經濟 特別是對於像香港一樣 屬於外向型經濟的新加坡 怎樣藉著重啟一談死水的旅遊業 復甦經濟、考驗執政當局的智慧 新加坡旅遊局日前宣布 兩間郵輪公司獲准從下個月起 施行重啟業務 為本地人提供無目的地的海上漫遊服務 當局將密切觀察試行結果 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新加坡聯合組報寫評認為 當局的相關決定 能夠為助困受盛多時的旅遊愛好者 提供多一個可以考慮的去處 儘管在新冠疫情下重啟郵輪服務 難免會引起消費者的安全疑慮 甚至令人聯想到 今年2月從日本出發的鑽石公主號 但實際上鑽石公主號出事時 全球疫情才剛爆發 大家的防備意識有所不足 與現在的情況不盡相同 各位評論指出 當局在重啟郵輪服務的同時 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包括指開放給本地居民 郵輪要獲得安全認證 載客量只能是平時的一半 以及錯開旅客上下船的時間 乘客上船前必須接受病毒測試 並且在船上全程佩戴口罩 文章總結 郵輪施行計劃不單對業界很重要 對新加坡整體的旅遊業 亦是意義重大 至於其他經濟領域的活動 亦都應該好像郵輪業那樣 發揮創意開創新模式 撤發突破困局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